嗨,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很普遍的一种家庭植物 house plant,室内植物,就是绿萝 绿萝就是说名字听起来很好听 它那个叶子形状像个心形 也很好看,绿油油的 有的还有带黄色,它的品种也很多 也叫posal,common name也叫posal 也叫那个devil's ivy 为什么叫devil's ivy呢 因为它基本上说impossible to kill 就是说不可能杀死它 所以就说它是一种很好养的室内植物 绿萝就是说对光要求明亮的光 你可以靠窗的地方放着 它的水呢就说干了就焦 就说顶上一英寸左右那个土呢干了 就可以焦 然后呢它那个温度呢一般就室温 16到27十度,一般就是咱们家庭的温度 就是room temperature就可以了 它的撕肥呢 基本这个呢不需要撕肥 如果你要撕肥的话就是说夏天呢 一次到两次一年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很low maintenance的一种植物 那么这个土呢一般就是potting mix 它呢就说更省事的呢连土都不用 用一个透明的那个玻璃容器 像圆的呀各种形状的呀 养在水里到时候换水就行了 比如说一个星期或者几天换一次水 就说就这么好养 那么我一养了几颗 它呢也就是说养我繁殖 你你掐了一个汁一擦在水里就长根 长根这个 如果你想种在土里就种在土里又长 那个麦爬也很长 如果是你有一个台子在家里 放在上面往下垂着 那就是确实很漂亮 那么就养它它是有助于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叶子呢有那个明亮的那个白点 那就说光线太多了 就说宜的稍微安一点地方 那么如果呢就是说叶子呢发黄 来开始落了 那就说你的水也浇的太多了 它虽然洗水 但是也任何东西都不能说是过多的浇水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呢你发现它的叶子发黄 那就可能你就说你的屋子太干了 特别是冬天咱们奶季开的 屋里的湿度比较低 上位楼呢喜欢湿度大一点的就是高的地方 你像这个卫生间呢浓湿啊 就说湿度高啊 如果是你没有那样的地方呢 那你可以就说用那个水喷雾的水 经常给它叶子啊表面喷下水 特别是冬天啊都会有对它有帮助的啊 要注意点呢就是绿螺呢就是对猫和狗 就说有一定的毒性 那么它们以为是吃下去呢就会呕吐 啊这个啊就这么简单啊 那么我就说呃我现在呢带你去看一看 我在养的这个绿螺 这这一颗呢 顶上的一个小盆 那么一根一根下来你看到到到这儿 然后再走 再走以后再下来 看一枝 一枝倒多长 看这个叶子 多漂亮 绿油油的 那么圆来看你看它可以 看 从这个盆 就是说 很长 你想增强效果可以就是说一个盆里面 多动几颗让它一起吹下去 那就是说 很多的也很漂亮 这一颗呢就是说 也是从这个 然后转转转它 你看它长到 多少 这一颗 爬爬 爬爬爬爬爬爬了就说很多 就是说一根蚂长得很长 但是就是说叶子太细了 这个呢就是说 痒在水里 你看我给它挂在 稍微远一点给你看 就是我给它 弄在一个不透明的玻璃圆皮 容器里面 给它挂着泡在水里 长得还好 这个绿炉还是特别好痒的 没有的话 那像亲戚朋友 看到你喜欢的 掰个字 插着活了以后 就可以养起来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 右下方的订阅Button 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